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取房屋的列表 信息 接着搜索一面 好 这里面呢 我们再把相对应的这个路径也要去定一下API里面的road 然后呢 那次对应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径应该怎么定定义啊 访问的应该是房屋的资源吧 所以应该就是直接houses 而且是辅助的形式吧 你要获取的是一堆一堆五十句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请求方式是不是应该是盖什么方式啊 好 这里念完了 再往下去走的话 那你说它的请求方式呢 请求的话也就是真正的请求路径 API里面的 然后再往下为1.0里面的houses houses 网站里面请求 然后呢 对应的是盖的请求方式 再往下走的话 你说用户在访问这个 钱能在访问这个路径的时候 需不需要去传参数啊 需要有前面这些参数吧 那这些参数是不是有可能有 有也可能没有啊 所以我们就考虑 如果有的情况下 你得把它传递的那种方式不得定出来啊 所以说 那你参数应该往哪里进行定义啊 既然是盖的请求方式的话 就有两种吧 你有一种直接是不给它放到路径当中 再有一种是问号放到查询策则里面啊 那我们说了 如果符合RISE风格的话 你在这里面反而是资源 然后呢 在查询资源的时候呢 过滤条件是不通通的都放到问号后面去啊 还有印象吧 所以就意味着说 在前面传参数的时候呢 这些参数就通了 都放到问号后面来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咱们都要有哪些参数呢 有一个路径的旗旨时间跟结束时间吧 所以 那我们放到路径当中的时候呢 咱们可以去节省一下这个长度 因为我们说了 这个路径的话 因为L是不是有长度的问题啊 咱们可以去节省一下它的长度 也就是说 这个路径的话 它不是无限的 你存多长度都可以 它是有长度问题的 所以在一种情况下 咱们放到路径里面的这个数据呢 可以给它去解写一下 减少的数据量越少越好 那咱们比如说对于这个旗旨间 咱们把它叫做SD StartData 然后呢 这里面是它的旗旨间 咱们放到这儿 那旗旨间呢 传递的一个效果呢 可能就应该是说 20几几年 比如说2017年的12月1号 可能是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 再有N的Data 就是结束的时间 结束时间的话 那也是相同的 比如说2017 17年的12月31号 然后呢 再往后走的话 还传什么参数呢 还传一个区域的吧 那区域的话 比如说我们还叫做AID Area 还有ID 然后呢 它对应的 是不是应该是编号啊 比如说咱们就写这个编号 10 10 再往后走的话 还要有什么东西呢 还要有的应该是 关于这样的一个排序的吧 排序 排序的话 比如说我们把它叫做这个sortk Sk 排序的关键字 你比如说可能说按照新旧 新旧的话 咱们举一个单词 就是按照这个新旧 然后呢 再往后走的话 还要变成冰 除了这一只参数之外 我们还说过了 在这个页面当中 你要包含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它做成分页处理吧 咱们不要把所有东西一次性加载过来 加载过来的话 速度太慢了 所以我们不做成分页处理 既然做成分页处理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说 在这个地方到底是哪一页的数据 是不是我也要给你进行一下判断呀 你得把页数也告诉我 所以后面再跟上一个p p就代表实账页数 比如说默认情况下 这是第一页 好了 也就意味着说 最终访问到我们这个接口的时候呢 就是按照这样一个路径 来进行操作的 这是关键的访问方式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这个接口当中 需要加上那个登录的装置器吗 不需要吧 不登录也是能够访问的 所以没有 好了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可以进入到 试图导书当中来进行操作了 所以呢 第一步 还是专门用来获取参数的吧 一个一个的往外去提 request当中 因为都是在路径里面 所以呢 应该是 args 我gap方式往外达吧 第一个参数sd 代表的是这个是起始时间 用户想要的起始时间 那比如说把它叫做start data 然后呢 还有相对应的一个结束时间 结束时间的话 比如说把它叫做end data 那对应的也是从这里面 应该是end data ed 这是用户想要的结束时间 再往下走的话 还有aid area areaid 等于request当中的 这个应该是args.get的方法 我们把这个aid拿过来 区域编号 区域编号 然后呢 再往下走的话 这里面是否还有一个sk 排序关键字 我们把它叫做sort k request.args.get 然后往外去拿新下 这里面呢 就是sk 排序关键字 再往下走的话 这里面还有一个page 页面 页数.args.get 然后呢 咱们写下这个p 这是页数 这是我们要用到这个sensor 参数做完了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也知道了 这个参数实际上是否可传可不传的呀 就包含页数 是不是都可以 不是调不传呀 如果你不传 那我好了 我就认为你拿到的 就是第一页数据了 所以现在 关于过去参数的这个完整性 是不是就不用交验了 那我们接下来 那虽然不用去交验的话 但是呢 咱们还得去做别的 判断工作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万一要传了呢 你要去传的话 那你就必须得把你想对应的这样的格式 要是完整 所以咱们在那里去写一下 咱们去写呢 先来可以说这个起始时间 跟这个终止时间吧 处理起始时间 处理时间 那怎么去处理时间呢 也就是说我们得判断了 如果说这个start 这个date 你要是传了的情况下 这不代表肯定是有值的呀 对吧 我们就给你放到这了 你不能是难 也不能你给我传了之后 给我返回昆自赚也可以 反正呢 就是必须有值 所以我就直接放到这了 如果start date 你是传了的情况下 那我接下来要最终判断了 你给我传过来的时候呢 我就记得出来 是不是应该是自不赚啊 我自不赚的话 你得应该是一个日期的格式吧 所以那咱们怎么做呢 我就直接不用正能表达式了 而是直接给你转换成日期类型 原因在于我们之后的话 是不是要拿着这两个日期的数据 跟谁啊 跟model当中 我们刚才所分析过的订单里面的 这两个时间 是不是要比较 所以咱们就直接把它转换成时间类型 处理时间 那如果是传的话 我们要给你转换 那怎么进行转换呢 可以怎么转换 日期的函数还有印象吗 是不是有data 还有这个timedata 所以咱们直接去导入下 那咱们直接去使用的这个datetime类型 因为我们说了 最终你在数据库当中所去存放的这个日期 是不是都是datetime的 然后呢 它返回到我们的python当中 也会变为datetime类型 所以咱们保持一致 咱们也去引入 从datetime当中 这个模块里面去引入datetime 引发 然后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去进行构造了 所以就相当于 我可以直接通过datetime 这里面有一个stream 如何把这个 这个字符串转换成时间 这个函数应该有印象吗 应该是sdr跟time进行操作吧 如果你想把字符串转换成时间 那中间加的就是p 从字符串转到时间 然后呢 如果想从时间 从这个时间转换成字符串的话 中间就是f 你可以理解为是from string from time 所以就相当于通过这样方式来进行记忆 这可是要进行记忆的 这个不计可不行 string p time p我也不知道它是起的 是到底怎么理解 按照我来说的话 应该是t吧 我要起的话就叫做t了 但是它起的叫做p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从这个字符串到时间 所以呢 那咱们来去看一下 要接收参数了 要接收什么样的参数呢 首先也就是说 到底是哪个字符串转换成时间吧 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start date 转换成时间呀 然后呢接下来 它在转换时间的时候呢 你这个时间的日期的格式是什么样的 它是不是要跟你进行操作呀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日期的格式呢 也给了也来进行一下说明 那我们说了 咱们再去转换时间类型的时候呢 就是年月日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直接说明 就是年月日 年月日的话是哪样提醒呀 还有印象吗 百分二大外是代表的是四位年数吧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前端在进行处理往过反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前端往回反的时候呢 一般是 还有这个杠吧 前端到这里面的时候 一般会带上这样杠 所以呢 咱们在里面刚才写的地方的话 把这个杠也加上 这个中间有这个杠杠呢 所以呢 相当于咱们在里面前 百分号外 然后中间是不是也得对上这个杠啊 然后呢 月呢 百分二M吧 然后呢日呢 百分二D 这是关键的地方 那如果十分秒呢 还有印象吗 百分二H是代表24小时 百分二大M代表分 百分二S代表秒啊 这是关键的 好 我们把它转换一下 转换一下之后呢 那我可以 是不是还给你设计为 start date 这种东西啊 我就直接再把这个 转换好的东西呢 给你试到这个变量当中来 就是关键的这点 接下来再看一下 那你说呢 start date 是不是有可能传 但是end也可能不传吧 它不是必须程度出现的吧 有可能只传一个值吧 所以咱们再看一下 那我再 就不能带这个 咱们再去写一下 那如果说你传了end date呢 end date的话 是不是也是相同处理啊 也就是说start date 也就是说end date 如果只传了结束间 这个time里面的stream ptime 还是end date 然后呢也是相同的 百分号大y 然后呢百分号m 对应的百分号d 好 这是关键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能够成功转换的话 是代表处理正确的 再往下去走 如果这里面我们去想 如果都已经转换完成了日期日行 那你说还有没有可能 有什么样的可能呢 就是它传的结束日期 要比期时间还要小啊 有这个可能性吧 所以我们在里面还得先判断 也就是说如果说当前的start date 它也有了 然后并且end date 它也有的情况下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 应该觉得说start date 应该是一定要小于等于end date 对吧 在这里面 那康希森咱们可以怎么去做呢 我可以在这里去直接去使用if if的关键字吧 就相当于 如果说这个时间呢大于它的话 我给你返回什么样的东西 那我出了这样的方式 能不能去简写一下 用哪个东西 断言吧 assert 我用这个断言 然后呢相当于 我就应该来说start date 一定要小于等于end date 否则这个情况下肯定断言出错吧 所以你先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东西给你进行 转换成时间类型 是对于格式的调验 然后呢对于日期的大小 是对于这个大小的判断 所以通通来说这一部分 都是时间的方式判断呀 然后呢这里面的话 这三步实际上 都得加上try and self 这三步都加上try and self 是吧 所以没有别的来外开销了 在这一点上 咱们可以直接给他 加上一个try 因为你在这里面转换的时候 有可能触碍一些问题吧 所以必须就是通过这样的 不过一场的方式来判断的 所以把它全部都去 放到这个try and self当中 这每一步都是要try and self的 转换会出一样问题啊 就是我要求的格式是 百分之大外 百分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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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前段人给我传通过来的 确实包含started 但是started里面呢 他会玩 穿这个东西 那你说我转换成吗 转换不成吧 不仅转换不成 而且还是非法制吧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好 这是关于这样的一个时间操作 那如果你真的跟我传了 但是呢 你又没有传合法 所以呢 那我就可以直接给你返回了 我给你返回这样的信息 jsonify当中 对应的这个 jsonify当中 error number IT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参数错误 然后呢error message 所以呢 这是日期 日期 参数 有误 你不传可以 但是你要传的话 就得按照正确的格式来传 好 这是关键的地方 日期处理完整之后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还要去处理什么样的东西 再往下走的话 是不是还有这个区域的编号啊 对吧 区域的编号 是不是也可能会出现问题啊 所以我们再来去判断一下 判断 区域 区域ID 判断这个区域ID的话 那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 是不是通过数据库来进行查询啊 也就相当于应该是通过 area are 这个类当中进行query查询吧 然后呢 是不是这个类啊 应该是query area这个类吧 应该是区域 area这个类 然后呢我们对他进行查询 查询的时候呢 根据直接这个areaID 是不是可以了 盖他一下 然后呢把这个area ID拿过来 如果正确的话 这里面呢 肯定会给我返回一个area 区域的这么一个对象 如果不正确的话 那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再去记录一下日程 log.err 然后呢把它记录一下 这里面呢 如果你区域出现问题的话 代表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呢我还可以反问一下 这是区域信息有误 区域参数有误 然后呢再来往下走的话 区域也判断完了 区域也判断完了的话 这里实际上还有对应的这个排序关键字啊 对吧 还有排序关键字了 那这个排序关键字的话 那按照咱们来说的话 应该是只能传出这几种可能性吧 最新的 或者入租最多的 或者是价格由低到高 或者由高到低吧 这就已经是旅关键字了 但是你说了 如果在这个区域关键字的时候 它在给我去传的时候 传了一个非法值的 它给我传了一个非法值的话 那我在这里面的话 我所对应的数据都是有 但是你排序传的非法值 无关提要的吧 那我可不可以说 就是不放过你了 我就把数据都给你塞过去 你给我传了一个不存在的排序的话 我就按照末日排序给你 可不可以啊 所以关于这个sortp的话 你就不再做处理了 再往下的话 还有页数了吧 页数也要去处理 处理页数 距离这个页数的话 相当于应该给我传出一个的是整数吧 但是有可能给我传出别的话 所以我们在里面 还要去进行一下处理 我们把配置呢 给你转换成 尽量的一个整数p 给你把这个配置 给你转换成整数 并且存下来 如果说在这里面出现问题的情况下 我们要去记录一下日志信息 虽然这里面出现印象 但是呢 我还是不想放过你 你这里面如果页数出问题的话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给你转回第一二 可以吧 好的 我们就出现一场的话 我直接把配置给你设置为一 这是关于站领 好的 那现在来看一下相对应的 前面这些参数 是不是咱们都处理完了 处理完成之后 然后呢 刚才咱们说 在哪个地方呢 sort这个配置 如果你没传的话 刚才咱们说了 是不是要给它设置 那咱们在这里面 绝绝给它什么文字 如果你没传 我就给你按到新旧来传 比如说这新旧的关键字呢 咱们就是这个new 为什么咱们去选择这个new呢 因为在前端 只用传 传数据的时候 在这个 应该是search吧 在search这个页面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排序的关键字 它的关键字呢 是按照新旧 然后呢 按照入费最多 按照这个价格由低要高 是这几个关键字吧 自从它给我传过来 也是这几个关键字 所以按照这个文字来记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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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